高雄哈馬星 船區周邊飄散陣陣農煙 街道上霧茫茫 消防車響車雲霄 民眾以為發生火警 警銷人員全副武裝 結果竟然在港口邊 發現農煙來源 橘色農煙不但從煙霧彈中 竄出來而且還不止這一枚 這個電池彈一個電池彈 在鐵面上 沒有燒到船 連停靠船隻的水面上都有 把整個碼頭搞得煙霧瀰漫 警銷人員趕緊灑水 先將煙霧彈洗澡 小心喔 小心 前前後後一共找到七枚 正在冒煙的煙霧彈 幸好警銷處理完畢之後 沒有人受傷 只是煙霧彈哪裡來 警方調閱監視器 找到亂丟煙霧彈的67歲男子 為什麼亂丟煙霧彈 遠信男子說 他是被人脫步幫忙處理過期的煙霧彈 一時貪圖方便以為煙霧彈已經過期 於是就鑽孔破壞之後 就竟蒲氣在港口內 沒想到煙霧彈內 殘留藥劑還有作用 進而引發濃煙 其實這一款煙霧彈 屬於老舊的救難式煙霧彈 早期作為船隻求救信號使用 男子隨意丟棄引發民眾恐慌 又讓警銷大陣仗出動搜索 被依涉違法送辦 明星的陳凱茂高雄市報導 視聴非常非常嚴格